高雄美農 除了有農農的客家文化 居住在这里 还有一间全台湾最大的甲鱼养殖场 也是唯一一家 养甲鱼可以养到上会买卖的公司 不但是一条龙作业 更是独一无二 从日本学习回来的生化科技技术 而你知道大陆一年 可以吃到多少只鳖吗 答案是五亿只 吃鳖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让大家趋之若鹜 一起来美農吃鳖去 这里就是甲鱼的大本营 这应该是喂它吃的 我觉得应该是 这为甲鱼吃的 可是都结冻 大哥 你好 听说你们这个就是甲鱼王国的大本营 大哥 你们现在要准备飼料 去喂这些甲鱼了吗 飼料有哪些 我刚刚看到这些鱼 虾 下杂鱼 比较没有那个经济价值 比较没有经济价值 但是甲鱼爱吃 还是新鲜 那这一桶 这两桶这是干嘛 这是要控水泥是不是 不是 还要加那个 鰻鱼饲料下去混 吃这么好 还要加一些维他命啊 我现在呢 就提了这两桶 你带我去喂那个甲鱼 好不好 往哪走 好 走 我们先去喂甲鱼 走 你以为光吃下这些杂鱼 鰻鱼粉就能够养出亚洲最大的 甲鱼王国吗 案情当然没有那么单纯 大哥说憋吃的饲料 学问其实不少 除了要针对不同成长期的憋设计菜单 更是要适时添加新鲜木草还有乳酸菌 强化鳖群的消化系统 尤其现在是鳖的冬棉期 月冬前的饲料要比平常更营养丰富 让鳖储存大量的脂肪 度过漫漫的寒冬 这一池一池了 里面全部都是甲鱼 都是鳖 对 你这样一池它有多少只鳖 拜拜 一千两百只的 一千两百只 可是我现在看不到半只耶 那现在今天 有 天气比较凉的话它就会沉下去 天气比较凉 所以它是属于说这个冬天的 一到了它就少出末 对 冬棉 冬棉 但是现在有没有 头已经上来了 对啊 是不是它们有闻到饲料的味道 对 没错 时间到了 好 那你教我咋味它们 好 加一盒 对 加一盒 所以别会爬这块这边吃 对 难怪你这个池子 这四周围全部都是这个板子 对 有的时候它会上海那个 上海塞太阳 对 我来 没有池子了 我们到第二个我来 看看 去看看 看起来很简单喔 你的味道 看起来很简单 做起来就很难 看起来 这边 这个很简单 对 对 不错 也很厉害喔 对 这里等于是它的餐厅啦 对 对 做一个餐厅上来 对 然后呢在这四周围呢 慢慢开始摆 等下我们来看喔 鳖会爬上来吃 对 很难想像眼前的这座甲鱼王国 当初是从两分地五只鳖开始 拓展到现在十五甲的养殖龜国 首创用电子及影像设备 全天候监督鳖的成长过程 从母鳖生蛋不化到小鳖养殖 全成一条龙完全不假他人之手 而鳖因为具有高蛋白营养 又富含胶质 自古以来就是滋阴补养 补肾健苦的功效 除了生养肤之外 这里更有从日本学习回来的 生化科技 我现在简单就是一匙的鳖 然后呢 有 这是副总是不是 副总你好 你好 副总 我们从养殖的地方 把鼻液弄过来这边 这一段你们应该已经先前做了一些处理了吧 有 这个都是经过低温的 现在在解冻了 对 现在是为了保持新鮮所以要冷冻 但是呢 我们要把它排排 经过26个小时的这个热浓错的干燥 把它烤熟就对了 把它弄干 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弄 我们现在就是把它排在那个 排在这个 架子上面 对 有一支一支 有一支一支把它拿出来 对 对 等一下 抬一下那边 就是肚子朝上 没错 肚子朝上 对 OK 这支特别大 对 鳖全身上下都是薄 除了内脏不要 就连脂肪也很有益处 而副总说经过26个小时 热浓缩处理后的干燥鳖 营养成分居然还保留了97% 几乎将整支鳖的营养精华完全锁住 哇 哇 这些鳖26个小时在那边把它烘干之后 它已经整个鳖干了 对 这个鳖干脆 对 而且呢 重量完全是轻到一个不行 因为它的水分都已经蒸发掉 对 都已经把它烤干了 对 这个水分大概 退掉多少 大概90%以上的水分店 这样才能够做很久的保存 对啊 因为这个 你看它的 全部是干掉的 所以我用力一点的话 它基本上都掰得断 憋头被我震掉了 你看它多脆 这就是憋干啊 干湿 它整个完全没有水分的 非常营养 因为你看 像饼干一样那么脆 这个可以吃吗 可以 它已经烤过了啊 熟的啊 它是熟的东西 OK PLEASE OK 加油 加油 因为我们有吃过憋啦 憋的 它那个 憋壳啊 它那个憋群立的地方 有一些地方是焦脂 没错 这个是 完全纯天然的焦脂 但经过这样26个小时之后 把它烘干的话 这个焦脂都变硬了 嗯 我牙齿可能会断掉 这不是好不好试味 只是很硬 嗯 味道上面就是有点那个 有点点像是 鱼油 啊 对 没错 鱼肝油 它甲鱼就是鱼的一种 对对 有点像鱼肝油的味道 鱼肝油你把那个焦脑给它挤破之后 你吃这个鱼肝油的味道 没错 联合蛋肉的鱼肝 硬得像石头一样 根本无法吃下肚 还得经过反复的研磨 将鱼肝变成细致的鱼粉 接着再利用日本来的生物科技 让鱼粉和鱼油结合 郭总到这个阶段已经是成品了 对 刚才的油跟粉 在这个上面结合了是不是 对对对 在这边已经混合了 对对 等于是说我们现在把这个混合 混合好的这个甲鱼粉 跟甲鱼油呢 对 把它充合之后呢 现在灌入在这个胶囊里面 没错没错 然后这个胶囊 你看那边有透明的这个 嘿 你看这个 好酷喔 这是胶囊的那个外皮 外皮 对对对 外面有磨气 有没有 有有有有 有进来的时候 就是住进来 OK 那磨气这边有一个空间 对 就是夹 真的不要了是不是 把它拔一段去我看 好 漂亮 漂亮 各位 就是这个胶囊的皮 对 看到没有 这个东西 你们还会再回收 再重新制造吗 没有 没有办法用它 这就丢掉了 对 但它这个背部 还可以有任何的利用 利用的方法吗 吃下去 两年没有 胶原就是这样 真的胶原蛋白喔 对 哇 副总说因为看到台湾 鸡羊的甲鱼出口到日本 却变成别人药房里昂贵的养生食品 所以他们学习 并且引进日本生物科技 让传统的甲鱼养殖事业升级 从鱼池里找出更高的附加价值 也开拓出台湾养殖产业的另外一片天 哇 谁吃盘中鱼 是历历皆辛苦 没错 现在呢 经过呢 我们从台湾的养殖 这个甲鱼的一个王国啊 现在提升为呢 结合到这个生物科技了 没错 对不对 变成胶囊 然后提升它的精力价值 天天可以补充 天天可以补充 就这样子直接喔 就吃下去 吃下去 像我们吃吃饭只有贼干 你要咬 哎呦 你这么敢喔 会不会太吸引你 不会 很香 真的吗 香香的 好像那个鱼松一样 如果想喝水也可以 对啊 台湾没想到在美农这个地方呢 居然喔 这样的一个传奇故事 从武之爹 一路变成一个甲鱼王国 然后呢晋升月升国际 对 现在只是内销就不得了啦 这个年营业额就上几亿了 对 大概五六亿 五六亿 所以你们嘉乙师呢 我们是要往外销来走 现在部分里面走 部分 我们在嘉乙面看电影啦 对不对 如果说你喜欢喝个高粱酒 没有瓜子的时候可以拿 我该也就算歌了 好乖 你越来越内涵 好东西 厉害了好不好 讚 希望你们成为台湾之王 谢谢 相传在古代 后宫并非有一样爱不释手的美容圣品 叫做雪哈 原本只生长在中国东北雪地 有着动物人生之称的西式珍宝 你知道雪哈指的是什么吗 没想到在屏东也有它的踪跡 甚至还红到大陆本产地区 就让我们一起去见见台湾的雪哈娃 大姐我们现在要干嘛 要来抓公母 抓公母的这个牛蛙是不是 对 颜色不一样的 颜色我看一下颜色 这个就公的 这个公的吗 要怎么看 你看 看这里 这里是鱼的吗 耳朵 耳朵 看耳朵耳朵这边这样是公的 你看母的是什么样 对 这是这样 比较小 这是公的 公的耳朵比较大 母的话呢 耳朵比较小 对 对 但是颜色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公的比较绿 母的话就灰灰的 对 这个都已经到了成熟的时间 要开始要交配了 对 因为你要看这个 它比较健康 看这个比较黄 它比较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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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黄 比较黄 大姐 你看你仔细听 你这个地方好像有一个那个 小绵羊的赛车的一个比赛赛车场 对 那个50cc摩托车 哦 那个是牛蛙在交配的时间 它会叫 对 阿姨的缸他就 嗯嗯 求我 是 它其实真正的声音是什么 你知道吗 真正的声音是 公的牛蛙说 拍摸 老母的牛蛙说 拍摸 哈哈哈哈 真的啦 好可爱的 真的啦 你都听我 哦 这只赞 哦 这只赞 这只比较大只 大姐很害羞啦 很害羞啦 那一队已经在那边 你知道 对啊 这已经要交配了啊 已经在那边黑色黑色了 对啊 这个对我的理解来讲 这个应该上面那只是公的吧 那个上面要公的 下面要補的 公的为什么一定要在上面 那个公的喔 它抱紧啦 它那个公的脚会把它 一直拉那个 生殖草 生殖草 对 让它的苏软管 对啊 它就有外边受精啦 那我所知道的雪蛤 不就是在讲苏软管吗 对 那你们不在卖这个雪蛤 它苏软管的卵都被排掉 那怎么怎么卖 有做来 交配的话 就没有苏软管 做种 对 做种的就没有苏软管 因为它接下来 它可能在生下来母的话 有苏软管 就把它保留下来 对 那个就要去提炼出来做雪蛤 对 没想到这里指的雪蛤 原来就是处女之身的母蛙 生殖草 上过这堂课 我不会再公母 啥啥分不清楚啦 公的颜色呢 青绿色 耳朵较大 下巴肥厚明显 母的呢 则是黑黑丑丑 耳朵也较小 现在真是牛蛙的繁殖期 把种蛙送进洞房约一天后 就会开始残暖 大姐也透露 从育种到最后的处理加工 全都是自己一条龙作业 光是年产量 就有三十万斤左右 这一池的蝌蚪很大耶 它这多久了 一年了 一年多了 一年多了 我拿这个扶板要干嘛 给它丢下去 这样丢下去 对 它有四脚的 它就拿上去 蝌蚪本来只有尾巴跟一个头 对 然后后来它会变得有两只脚出来 对 它变得四只脚出来 那它就从那个 本来是塞扶起嘛 对 现在变得肺 对 所以它跳到板子上面来 对 让它有串息的空间 对 欸 那像后面那个呢 那个已经承载不下了 对 那要马上起来 那什么办 里面这个都是长四脚腿的 对 而且它有些尾巴还没有完全退化 对 那尾巴它营养不要 那让它吸收了 没有尾巴它怎么吃了 它现在都靠尾巴在生活 现在这个是要看到另外一只羊 对 大姐但是我刚刚看到你 这个附近都有海水系统 有水沟 对 那个水沟里面有鱼耶 有很多鱼啊 20年了 让它生水稿啊 无锅鱼啊 无锅鱼啊 也在这里 这里面是无锅鱼喔 对啊 无锅鱼啊 哇 这里面是无锅鱼 那仰大你还可以捞起来吃喔 可以啊 真的假的 好好吃喔 面对成千上万的牛蛙大军 大姐自由妙招 在水沟边养上几条无锅鱼 负责清理淤泥和脏东西 打造天然的最佳水质环境 这样青蛙才会健健康康 头好壮壮 大姐说 从蝌蚪变态为沉蛙 约十个月到一年 这时它们已经发育完成 而母蛙的生殖潮 也刚好达到巅峰的状态 最适合拿来做雪哈 今天刚好有大批工人 再开始采收牛蛙了 赶快跟去看看新鲜的雪哈 到底长什么样子 大哥 我们刚刚抓来这些 牛蛙就要入库喔 对 要把它冰昏 冰昏倒喔 对 这不是直接就把它处理喔 没有 它会跳 没有办法处理 它还冰到多久 它大概是大概一天的时间 零度到三度 那到底是取哪个部位呢 母蛙 那母蛙 它这个已经到采收的期间 它的花纹已经都展现出来了 是 它还没有完全溫 它里面有很漂亮的那个雪哈 雪哈就是什么地方啊 在这个部位 它的生殖潮 生殖潮 对 也就是卵潮 对 我要是讲生殖潮 生殖潮 对 那是什么样子的 你可以给我看看 可以可以 就是这个喔 对 雪白的 有点红韧红韧这样 这是一只牛蛙取出来的量吗 对 一只牛蛙大概有几克 濕的是可能有三克 三克到四克 但是它经过烘干以后 可能不到十分之一 我们这个是采用冷风干燥 没有破坏它的磁性性 雪哈在古代是皇宫的贡品之一 具有良好的滋补养颜作用 深受厚非的喜爱 它主要的成分为蛋白质 更拥有多种维生素与磁激素 因此呢 常有人将雪哈与燕窝相提并论 把新鲜的雪哈冷风烘干之后呢 再发泡四个小时就可以入菜囉 哇 雪哈餐 对 一起来皮肤漂亮又很好 这样子喔 那你干嘛要准备一盘盐 盐酥鸡給我吃呢 就是 你的牛蛙肉 牛蛙肉 这炸起来 这根本就是盐酥鸡啊 你看 盐酥炸的 没有胆固醇 零胆固醇 好吃 我觉得跟鸡肉一样 对 对啊 那如果我要再补充我的皮肤的氧泡 我就要吃雪哈 对 那这一碗呢 这一碗看起来 这碗是雪哈羹 雪哈羹 雪哈羹 对 是咸的 咸的 你如果煮什么样 你就有什么样的味道 这样喔 对 你如果煮鹼鹼鹼的味道 那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对对对 燕窝 这跟燕窝很熟 对 对 真的也蛮好吃的耶 嗯 里面给我的感觉有一种滑滑 呃 有很多的胶原蛋白的感觉 对对对 胶原蛋白很高喔 对不对 嗯 胶原蛋白就是要让我们的皮肤 皮肤就是比较水嫩水嫩 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个是 那个牛蛙肉的肚 牛蛙肉的肚 脆腐 牛蛙的胃 我了解了解 牛蛙的胃 一只只有一个 哇 那大只 只有一个而已 这么小吃 对 那这个很珍贵喔 对啊 很珍贵啊 所以你一般喔 你往后吃 太少了 欸 好吃耶 对 很好吃啊 你用三杯的做法 对 少那个麻油 少麻油 对 因为它的脆度喔 有点像是 泥头 对 泥头啦 泥头啦 脆葫芦也就是一般号称的龙肚 可是餐厅少之又少的佳肴 一只牛蛙也才有一个肚 可见呢 光是这一小盘的脆葫芦 就需要多少只牛蛙啊 除了脆葫芦 雪哈料理吃起来也是一点腥味也没有 反而多了一点QQ滑溜的口感 没想到一只牛蛙全身都是薄 就连以往丢弃的卵巢 经过大哥大姐的研发精致化 都能够摇身一变成为美容盛平 不愧是驾驾驾驾 台湾雪哈王 世界之大无奇不由 福尔莫杀五花八门 跟着我的脚步 给你超无想象的台湾得定